这几名刚刚出来打工的大学生 和来北京做生意的郭先生 今年年初先后入住北京南三环 这栋大厦里面的隔断房 即是香港人俗称的劏房 这个千多平方尺的单位分成11间房 每间房里面只得一张床和简陋的家具 洗手间也是共用 每间房的月租大约是1600元人民币左右 但房东就要求他们一次过交半年至一年的租金 他们入住了几个星期之后就开始出现问题 从1月份到3月份左右 期间一直是断水断电 就迟迟迟迟迟的 然后一直到3月10号左右 然后就是出现问题了 就是隔断房被拆了一部分 他向我们解释的是 就是因为我一开始租房也不了解 这种全租房在北京属于违法 不能住怎样 但是已经住进来了 他们给我们解释的就是 就是被一些部门查到了 查到之后需要就是拆除 然后他说的停水也是 也是什么物业啊别的部门的 最后他们五个人全部搬走 已经预缴了的租金就拿不回 您好打扰一下 我们这个是以前这边的住户 但他们怀疑房东是借故赶走他们 握了租金 因为他们之后回去看 原本被拆烂的房已经重建 再租给一批新的住客 所以咱们就是尽量想办法 这个跟社区和派出所做好沟通 以免咱们这个受到更大的损失 所以这个咱们今天是邀请记者过来呢 就是给咱们这个证明一下 咱们是上当受骗的 在三个星期之后 案件重演 劏房又再被打到烂了 这里的租户勉强上住下去 就用一些墙子黏住自己 已经被人打烂了的屋 里面还是要 外面就是这样的 然后这是我自己扶的 这是我自己扶的 这是我自己扶的 新租客说有人来打烂了劏房 之后电就停了几天 有人忍不住找房东来理论 想拿回租金 双方打架受伤 警方来调查 将打架的人带走 但就表明不会介入租务糾纷 这个可以协调但协调不难 这个也少 也不说没有 他们说一共被房东 骗走大约10万元的人民币 至今仍然投诉无门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 尖前面不得